講一下講一下 好好打喔 好好打 哈囉大家好我是Simon 今天要來評測一下YY新出的球拍 綠色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細節 其實我覺得做的不太像是台製拍 我覺得它有很不錯的質感 雖然有些人對它的顏色很有意見 但是我覺得質感上面還不錯 那當我拿到這拍子的時候 我還以為它可能打起來會有點木木的 或者是死硬這樣 但其實實際打起來發現還不錯 那這次我就特別請幾個女生球友打打看這支球拍 有什麼感覺這樣 對這球拍的印象怎麼樣 打起來覺得很輕 頭舉起來很快 很快 然後平球順暢嗎還是 還蠻順暢 那沒有什麼壓力 那你知道這個線穿28磅嗎 我不知道欸 打起來竟然沒什麼負擔 對啊 因為我平常都打24磅而已 因為我平常都打24磅而已 長球感覺怎麼樣 就是都很輕 然後揮起來 不會很吃力 不會很吃力 不會很吃力啊 就是很好帶 那跟你原本的球拍比起來有差嗎 原本的球拍就是 頭相對比較重 相對比較重 對 所以你覺得用這個打長球需要花很多力氣嗎 還是 還好 這樣確定不會拍到我雙下巴嗎 不會不會 你沒有雙下巴 怎麼樣 切球如何 切球不錯啊 好像很容易就打到 那個甜蜜點 甜蜜點 好那你殺一下 好 我要殺囉 他可有殺死 很意外嗎 對啊因為平常我的球是沒有任何殺傷力的 真的嗎 所以你覺得你拿這隻殺球有稍微好一點 對 而且不會亂飄這樣 不會亂飄 雖然它很輕但它也不會亂飄 OK 好那你總結一下你對這隻拍子的感覺吧 覺得 揮起來很輕 這樣拿起來也很快 很順暢 然後 對女生來說我覺得是 入手還蠻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的價格也不會說 很貴 兩千多塊 只是它的外感 它顏色的設計 外觀對 比較沒有那麼愛它的顏色搭配配置 就像綠魔怪蜘蛛人裡面那個 那個 喔你說那個 OK 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好 但是我應該會買啦 就是很好 喔你應該會買喔 OK 對啊很輕 很輕 好那我們換下一個人 打起來 揮起來 蠻熟悵的 聽起來像是在業配但應該不是 你有收錢嗎 沒有 沒有 蠻熟悶的 很容易接受那個甜蜜點 OK 那你覺得這個中感硬度怎麼樣 中感喔 適中 適中 不會太硬 還好 那拍框呢 拍框 也還好 也還好 不會太硬 就是都覺得適中適中這樣 對 那你會覺得它反彈力很大嗎 還是 反彈力喔 對啊就是你 震會不會 不太會震 不太會震 好啊那你不要換長球試試看 好啊 好啊 你覺得長球很費力嗎 不會 可能因為它甜區比較 大 所以又加上這個穿的比較高棒數 所以其實 不會用太多力量在打長球上面 OK 你可以全力殺殺看 看 全力喔 殺球起來就 比較中規中矩 因為它可能本身就不是設計在 屬於就是殺球方面的性能 所以它可能比較屬於 呃 比較 該怎麼講 控球嗎 控球方 方便的話會比較 控球 你覺得控球比較突出 出乎意料的是 大家都覺得這個球牌還不錯打 我自己覺得這個球牌 可能它在進攻的時候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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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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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